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Ask China》 今天我们有黄凯荣 从《China Railway Tunnel Group》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项目对于乌国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工程 他们叫做总统一号工程 整个这个项目的铁路长度来这一百多公里 但是其中有一档就是穿越康姆七个山的一个隧道工程 这个隧道工程长度很长 在中亚就是还没有建模这么长的隧道 他们的期望只有两个方面 就是资金方面 就是造价方面 是忙着他们的一个要求 第二个更关键的是他们工期要求 是要求在三年之间把它建成 通过乌兹别克斯坦的 驻中国的一个大使才知道 中国铁路上面有一个专门打 做隧道的工程的一个专业队伍 而且他们就派出人来考察 感觉到这个企业能够可能忙着他们的要求 然后作为一个选择方案找到了我们 而且它是报道的 这个区域的建筑是在中国的速度 一样的区域 一样的区域能够要10-20年 但是中国就做了3年 有些人称为这种奇迹 那些人称为这种奇迹 大地的情况的一个技术能力 第二个保证就是 因为我们还是毕竟是第一次 找到乌兹别克斯坦这个国家去工作 那么说我们招待了 就是这个语言障碍方面 还是遇到一些障碍之外 我们就在国内 请了很多懂俄语的和当地的 懂俄语的留学生加入我们这个堂队 所以我们这个堂队就是 两国的融合度比较高 就是克服了一些用作过程 就是运行过程的困难 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在装备方面 我们做了很多的改进 因为这个隧道的断面相对来说 比国内 我们国内的隧道当面是比较大的 它那个断面比较小 在四十几个平方 所以我们在装备的协调配套能力上面 做了很多工作 使它的这个运行的效率得到提高 所以这才能够达到 我们现在称为是三年之间 打通了19.2公里的一个隧道 这也是来说这个世界上不多见的 这也是来说这个世界上不多见的 And it is one of the major projects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ow does it fit into the region's connectivity projects? How important is it? 东坡费亚纳整个盆地的 物产是丰富的 资源也是相对丰富的 但是这一块的资源呢 就是因为地域是局面 面积是很有限的 正因为这样的话就是 它的物资怎么用出来 它的工业怎么发展 是需要一个其他的地域 来给它一个消化的能力 第二个方面就是物流方面 他们原来做火车 是经过另外一个国家 到他们的首都 但是现在直接修通了 造成这个整个的 它的它有产能 但是外销不行 这边是有需求 但是这个运输不行 就是物流的运输不行 这样的话一来的 把这个道路一打通的话 把这个问题就是 这两个平均问题 就有效地在做解决 这个工程建成以后 进行十个月的时间 它的运输能力 就是货用量 已经达到了700万斤 客用量已经达到150万斤 在它以前啊 这个是不可想象的 这个项目之所以许的成功 实际上对于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呢 就是两国政府间的 对一个项目的 共同认识上面 达到高度预知 现在我们国家来说 在这个中亚地区 有一个目标就是说 咱们来互通互融这个趋势 但是这个趋势呢 需要两个政府达到 比较好的协议 比如说融资方式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由 我们中国企业来说 应该是发挥自己的 产能优势或者技术优势 包括我们的装备 包括我们的远技术 跟硬技术吧 这个优势 第三个呢就是说 能够带动它 其他的一些产业发展 比如说其他的一些 基础工程的建设 因为你的实力 你的能力体现出来了 所以在这方面 就是资金的 技术的 和当地的人员合作方面 我觉得很值得 我们国家的企业 走出去 一路一带建设中 觉得思考 或者借鉴的 几个方面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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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